一般来说食管吸肉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一般是突入食管腔内的一团组织 正常情况下食管吸肉它不会引起来变 但是呢在反复的这个吸入的这个刺激 或者我们食物呀这个食管的分泌物的刺激 长期以后我们不能完全去排除这个食管吸肉恶变的可能 所以呢我们食管一旦发现吸肉 首先我们要采取内静下的一些判断 吸肉的量的多少 吸肉的这个大小进行内静下的切除 切除以后防止以后可能发生的癌变 食管吸肉的癌变一旦诊断它为食管癌 它的这个症状和我们食管癌的典型症状是没有差别的 就是我们的进行性的吞咽困难 就是说我们癌变以后 它的这个食管臂的弹性和它的扩张力就受到限制 再一个就是它会肿瘤的肿块会堵塞我们的这个食物的通道 所以呢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吞咽困难 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胸前或者背后的这种疼痛 进食疼痛 或者是一些老百姓俗称的这个烧心的这些症状 所以它的症状和我们的食管癌没有明确的差别 这些症状和我们的症状和我们的症状